大家好,我是安安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 Sephora开箱和试用的视频 看我这些箱子 然后我有在店里买一些 然后网上订的 今天正好到了 你都不知道下课 我看到门口放了好几个箱子的激动心情 然后呢,我为了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份喜悦 我就打算抽两个小朋友送出一些礼物 然后就是我用1000个积分 换的两盒小套装 这一个套装是兰蔻的化妆品套装 你看它这盒子上面都写 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睫毛膏 一个睫毛膏打底 还有一个眼线笔 小黑瓶的这个眼霜 来,你们看一下 这眼霜还不小呢 这样的 我就是这些东西 当然我会在里面 我会在天两个Junk Elephant 就这个最像的 一个是补水保湿精华 然后这个是白天擦的 维C精华放在里面 然后这是一份 然后 另一份是 Smashbox的一个化妆套装 里面就有这些东西 里面是一个primer 然后一个lipsic 口红 还有一个眼妆 眼影打底 还有一个睫毛膏 它淹没在这些黑色的碎碎里了 就是这些东西 淹没在这个黑色的碎碎里 然后这一盒呢 里面我会加一个fresh的玫瑰面膜 和一个他们家那个明星产品 大豆洗面奶 然后这是一份 那这个抽奖规则 就像以前一样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里 给我点赞转发评论 或者是去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在底下评论 我就是手动抽两个 因为我去月份回国嘛 我就人肉带回去 如果你觉得去月份到太久 你得不了的话 也可以参与这个抽奖 好那现在呢 我就会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买什么东西 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到这一个盒子里面 其实我这期买的东西 没有特别的多 就是比较节制 因为我现在就是不像以前 花钱那么没有节制 然后比方说 别人说什么 这个东西特别好用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一定也要有一个 我就去买 我觉得一样特点的产品 有一个就够了 没必要就是 你只要乱花钱 好那这一包呢 是我去店里买的时候 送的一些小样 当然这两个盒子里面 我还会塞一些小样给你们 好首先大东西是 这个 我LUSPA的一个 深入熏香 然后它叫Frenchardy Lavender 然后它里面就长这样 其实还蛮小一瓶 然后就是小罐子长这样 它这个罐子倒是蛮漂亮的 好看吧 然后我闻着味道觉得 稍微有一点点俗气 就不是那种 我喜欢那种清新的 Fresh的那种香味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 高级宾馆里面的香水味 这个我是要拿回去 送给我妈妈的 然后我先把大东西说完 这个东西叫Pharmacy 这个牌子 年度爱评分享里面 分享过他们家的那个 卸妆膏 这个当初我就提过 他们家的包装 也非常有新意 很简洁明了 然后很自然 给人一种就是 很高级的那种感觉 就是INCE风的那种感觉 从他们的包装到产品 到产品的使用感 都是这样的感觉 你们看一下 它的包装是这样 然后打开之后 这是一个Honey Potion的一个面膜 然后它主要是 就换新肌肤保湿提拉紧致 这么一个面膜 然后它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打开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 说明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 其实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都先试用过 就算以前我没用 然后我到手了之后 我都试用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单单 做一个开箱的话 对你们参考意义不大 我就要用过一两次之后 再跟你们讲 然后你们可以再考虑参考一下 要不要去买 这个面膜拿出来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个罐子 是玻璃罐子 很有质感 它是这种六角形的罐子 然后上面一个小挖片 然后这个盖子是木头的 然后这个挖片是西铁石 可以吸上去 是这样的 很高级感觉 然后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是长得真的很像 就是生活中能吃的那种蜂蜜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挖一点点给你们 因为这个面膜 你可以看到我挖过了 就是我已经用过两次 然后目前为止 我是非常喜欢 然后我挖一点点 弄在手上 其实弄的还挺多的 然后它刚开始是这样的 然后你要晕开 这样涂满 就要把它晕开 之后你发现它就会变白 看到吗 它就变成这种白色的 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 它开始发热 就是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 很明显它在发热的感觉 你的脸就有一种 很舒缓的感觉 我到Sephora上面 看它的使用方法 它是这样敷了15分钟之后 再拿湿的热的毛巾 把它擦掉 不用洗的 因为我是属于敏感肌嘛 第一次用完这个东西之后 就皮肤稍微有一点点 红肿过敏的现象 然后当时现象完了 我对这个东西过敏 因为我对这个面膜 期待还挺高的 我就等打折的时候嘛 然后第二天 这个过敏状况就没有了 我隔了两天之后 我决定再试一次 结果发现 第二次用之后 就没有再过敏了 而且涂上之后 就你擦掉皮肤当下 然后觉得皮肤状态 它不是像补水面膜 但它觉得 你皮肤特别软 特别有那种被保湿的感觉 它是属于让你的皮肤 焕然一新 有一种很干净 很健康的光泽 同时 比如说我嘴角啊 喝喝头 这个地方容易起皮的地方 它那个起皮就消失了 它不是觉得有一种 油油黏腻的保湿感 它就是那种 干净的 崭新的皮肤的感觉 我非常推荐这个面膜 而且它家那个 卸妆乳 卸妆膏 我拿在旁边 这个卸妆膏 也非常好用 它都被我用到 半罐都用完了 它家所谓产品 都是主打天然 我就非常喜欢 如果你想 没有用过它家产品 想尝试一下的话 Sephora的官网上 它有一个小套装 里面有三样产品 其中两样是这个东西 我建议你们可以 先入那个试试 下一个呢 这个我头发视频里面 说过这个洗发水 特别好用 这一个囤货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你感兴趣 我是怎么保养我的头发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那个头发的视频 好 那下面呢 就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今年的生日礼物 是我选的这个 Bubble & Bubble的套装 这个也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说一下化妆品 首先我买了两个primer 但是我买了两个 也就是妆前打底 都是 算是中样吧 我没有买大的 因为我想试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Hourglass的 这个 No.28 Primer Serum 它是算是一个精华 妆前打底 然后我觉得价位还是蛮高的 它有一种淡淡的粉色 另一小罐 就要22的 担心露的 这种妆不好用 我就买了这个 这两个妆前打底 都是看Cathlite的视频 风的草 然后这个呢 它说是 保湿能力超级超级强 如果你是那种 上粉底 会卡粉 会起皮的 用的妆前打底 就特别好用 于是我就很心动 因为我就是那种 上粉底 会起皮 会卡粉的人 然后呢 它挤出来 就是像胶水一样 你看到呢 它会拉丝 然后涂起来 也很像胶水 就那种 小时候用的那种 透明胶水 但是把它晕开之后呢 就有一种油油的感觉 就很油 所以油皮 我觉得你肯定 不会喜欢这个 然后在很油的同时 它有一点点 硅的感觉 就很滑软的皮肤 然后增加一种光泽感 它不像 比起来说 它是一个妆前打底 我觉得它更像一种 保湿精华 然后它有稍微 轻微的黏腻感 但是它吸收得很快 然后味道 我觉得 也很好闻 我不会全脸用 我今天上粉底 我只用了 就是剔区 这个地方 我会起皮的地方 嘴角 还有额头 会起皮的地方 这样 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保湿效果 确实真的非常好 然后另一个 妆前打底 是BECCA的 这个叫做 Fersalive Priming Filter 它是一个淡淡的 带紫色的 这种妆前打底 然后打开 给你们试一下 也是一个中药 我都是想先买中药 觉得好用 再买正装 然后它是这样紫色 然后涂开之后 就是 有轻微的 非常非常细微的光泽度 和轻微的那种提亮 就是你可能 就是不仔细对比 看不出来那种 轻微的提亮的感觉 它是那种 非常清爽的 保湿的感觉 我很喜欢 这个我一定会入正装 说完了 妆前 我就买了两个粉底 来跟你说一下 一个是Humberglass的 这个粉条 色号是Nude 这个粉条其实 我记得是 大概两年前就出了吧 那个时候 我一直纠结没买 是因为我觉得 它太干了 当时风就特别大 然后最近 莫名其妙又被种草了 所以我就买了 但是不得不说 它实在是太少了 我给你们全转出来看看 真的这个产品 实在是 就是到这儿 就这么多 然后它用的又非常的快 因为给你看一下 我用过一次 然后把它拧回去 给你们看看 用过一次的量 然后它就 看到吗 就是从侧面看 它已经下去 那么一大块 就只用过一次 因为原先是满的 然后它就下去了 那么一大块 我就觉得 这也太坑了 我来涂到手上 时间证明 确实是 对我来说是 有一点干 但是我觉得夏天用 是刚刚好的 如果你也是那种 搭干皮的话 我建议你是夏天用 然后涂好 它涂在脸上的时候 对脸部没有任何拉扯 是非常丝滑的这种 然后涂开之后 它的遮瑕是中等偏上的遮瑕 刚刚上妆的时候 是非常美的 它是那种自然裸肌的感觉 也不会给你特意加一些特效 比方说不会让你的脸特别的亮 也不会让你特别的雅光 就是自然肌肤的感觉 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时间久了 我持妆大概四五个小时之后 该爆皮的地方就开始爆皮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 还是有一点肝 但是我觉得夏天又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底妆 是这个 The Owl的Air Flashing 这个也是火了很久 你看我就是一直都买东西 觉得很纠结 这个东西现在很火 那我就不要买 但是往往过一阵 我又忍不住还是会买 这个罐子到拿到我手里之后 比我想象的也要小很多 你看它只有这么一小罐 我想象的以为它很大罐 然后呢它的妆效 我这两个粉底比起来 我更喜欢这个 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脸上的这个底妆 因为我觉得这个要比 Hourglass的粉条要稍微轻薄一点 而且光泽度要高一些 它遮瑕度是中等 但是是可以叠加的那种 我是直接喷到刷子上 用刷子上 然后这一边给你们 你看它刚下喷出来的时候 是凉凉的这种感觉 然后把它拖开 就明显能感到这个 The Flush的这个粉底要润一些 这个Dial的粉底要比Hourglass的 要皮肤的细致度要更细致一些 我是这样觉得 如果你们感兴趣它们两个的粉底测评的话 我可以分别做两支粉底的实测 然后呢下面我还买了一个Hourglass的东西 就是最近特别火的这个高光条 它这个高光条竟然和粉条长得一样大 我也是不是很懂 然后打开之后 不过不得不说它这个包装还是蛮美的 买的色号是Shamping 然后今天我脸上的高光就用的这个我觉得是属于不显毛孔 很细致很走自然挂 但是你想叠加也可以叠加很亮的那种我非常的喜欢 你们在手上试一下啊 就这个样子 然后它是有一点黄黄的 但是对我这种比较稍微肤色比较深的来说正合适 它是属于非常丝滑 然后你涂在脸上的时候只要用手晕开就能很好的晕开 而且是属于那种你用手晕不会帮底妆破坏掉 所以我觉得它做到这一点还是蛮神奇的 我很喜欢这个高光 但是不得不说它价位是有一点高了 然后下一个跟底妆相关的东西 买了这个Kavin D的这个粉饼 色号是Light 就这个火气印的粉饼 这个粉饼其实我以前有一块它是一个补货 然后它它里面的这个粉铺就是这种皮的 然后它的最大的功效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有立马那种磨皮的感觉 比方说看我现在鼻头稍微有一点点油油的吧 然后我来用它按压一下 看到了吗 就立即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所以它拿出去你用来补妆也非常的好用 再一个也是一个最近比较火的 Stila这个亮片液体眼影其实在我记得去年秋冬的时候就出了 那个时候反而很多人说它不好用 因为就是在北美的一些YouTuber说它怎么这样不好用啊什么什么的 结果现在又人人都在吹捧它 不管是YouTuber就是一些欧美的YouTuber还是国内的一些国主 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推荐这个眼影 搞得我实在是排斥不住自己 然后我又觉得一个单个的是25刀正装 我觉得真的是价格有点贵了 所以我就买了这种三个的小的 而且我觉得这种眼影它又不会用量很大 就其中里面还有一个网红色叫Kating Karma 就我今天用的是这个颜色 你们看一下它是属于那种底色 你看它现在有颜色吧在管子里 其实它底色涂出来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那个亮片 而且它亮片是属于大亮片的那种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我在眼皮上有涂一些 然后下面也有点一些 而它属于真的是干得非常快的那种 你要立即用手把它晕开 不然就会一坨坎在那里 你怎么抹都抹不好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对操作起来 还是稍微有一点要求的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吹捧的 就是觉得哇靠太美了 怎么这么好看 因为我觉得我手头可以代替它的眼影有很多 比方说Urban Decay的Diamond Doll 也就是我去年有推荐过次的 也很好用 还有Bobbi Brown的有一个限量的眼影 我之前也有说过也非常好看 我觉得其实说句难听的 真的都比它们好看 但是因为我只好手头没有这种液体眼影 就想入一个 对 好 那下面两个就是我今天买的两个口红 本来我是特别想买 Nunty Beauty的那个口红 新出的口红 而且它那个口红不会十九刀一个 我去试了一下两个网红色 我觉得它之所以是网红色 因为太大众了 就别的牌子 我像那两种颜色的口红太多了 所以我就没买 好 首先第一个是 Georgia Money的红管200A 这是一个老网红了 但我现在才买 就是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美妆博主 因为穷贫困限制了我的能力 就是非常好看 很日常的一种梅子色 但是它不是偏紫调的那种梅子色 有一点棕红色 但是又没有姨妈色显得那么细长 那么强烈 它是偏温柔的豆沙砖红色 对 然后我没办法擦偏紫调的那种梅子色 因为我觉得会显得整个人很凶 然后很面 然后会说别人坏话的那种 擦了一下它 然后它是属于很轻薄 在嘴巴上没有什么感觉的那种 就是滋润度也不错 和欧美的比方 Jeffrey Sauer的唇油比起来 它的遮瑕度 就有一点覆盖度 有一点低 它是 比方说我是深唇色的人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点点 盖不住我底下那个嘴唇的颜色 因为我上下嘴唇 我的上嘴唇唇的颜色要深一点 涂这种遮盖力比较弱的口红的话 就会显得两个色差比较大 我是稍微有一点不太喜欢 但是这个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就 开始帮它留下 然后下一个是 Boxum的 新出的唇油 就是我今天嘴巴上涂的这个 因为 我发现了自己很适合涂偏成调的口红 然后那我又疯狂买了很多哑光的 今年它出这个唇油 就是这种漆光的 这种亮亮的 我就没有 我就买了一个 色号是什么 我看一下 它叫 Shining Liquid Lipstick 它的色号叫做Lights Down 我给你们在手臂上涂一下看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看 而且它涂在嘴上 没有非常重的黏液感 但是有一种淡淡的薄荷的清凉的气息 我很喜欢 下一个是Anastasia的这个新出的眼影盘 叫Soft Glam 其实它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生礼物 但是因为是我种草已久 就是我暗自下决心 我八五折一定要买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知道了 然后他就买给我了 So sweet 然后这个盘呢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我主要喜欢的颜色是这三个颜色 我觉得真的是这三个哑光颜色美爆了 给你们刷一下颜色 这种哑光的颜色太美了 我非常非常喜欢 然后他家的盘子呢 飞粉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不能拿刷子在里面胡乱占 就拿眼影刷这样占几下 然后抖一抖再涂 完全没有问题 我还是很喜欢的 而且这个绒面包装我也很喜欢 这三个颜色真的是 我的天 窒息 这个颜色化出来眼妆 又温柔又深邃又自然 可欧美可亚洲 可日常可特效 就是非常好看这三个颜色 最后一个买的东西就是 斯福兰这个牌子 Sephora 它家自产的叫做 Sponge Case 就是一个专门装 那个海绵蛋的一个小case 一个小袋子 然后我拿出来 我拿我的海绵蛋来装一下 因为比方说你出旅行的时候 这个东西海绵蛋真的是非常难处理 你如果就把它塞到那个化妆包里 和别的东西接触 就觉得脏脏的 结果它就正好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你看 多好 太合我心意了 然后这个东西是八道 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贵 然后它还是这种网状的 可以透气 也不会把你的这个Bit Blender五臭 而且还可以洗 它就还可以随便 就是挂在你那个化妆包上 觉得特别好 我非常喜欢 推荐你们去买 当然了 如果在国内的小伙伴 你也不用着急 可能买不到斯福兰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慢慢活起来之后 这个 毕竟我天朝的能供巧匠那么多 在淘宝上肯定能找到同款 所以说 你们也不用急 好 那以上就是我 斯福兰八五折的购分享 和一些使用感 希望你们喜欢 那不要忘记 这个抽奖活动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与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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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